2023年台湾青年海外搭桥计划 总计选出16名台湾大专校院优秀的在学青年 于暑假期间到洛杉矶参访 并要以桥务青年大使的身份来搭建桥界桥梁 并向美国侨胞行销台湾 主要是要提供我们台湾的这些年轻人 有这个机会能够到海外见识 然后他们参访的行程非常的丰富 那借由这个机会 我们希望台湾年轻人能够了解国际的局势 也就是这个机会让了解我们办事处 还有很多社团他们的运作 让学生们在年轻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这个国际的社团 或是相关的活动如何的办理 那也希望他们把在海外所看到的 这些我们桥务推动的情况 能够带回到国内 来让他们的亲友们了解到 政府的桥务工作的用心 所以这一次的今年的搭桥计划呢 他们在7月27到8月4号 是在洛杉矶访问 我们也期待这次能够带给所有的学员 满满的收获 台湾青年海外搭桥计划 经文储形成之后 还将走访洛杉矶文教服务中心 桥团桥校以及桥台商企业 以及政经学术及文化机构等 并与南加州桥领青商以及桥青等人交流 不仅可帮助增广建文 丰富学术之时 且通过与优秀桥胞交流 还可扩大未来的专业发展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